封建制度的迂腐造就了当时女性的地位十分的低下 她们对于当时的男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玩物 或者是一枚为自己获利的棋子而已 没有人会真正的去尊重和公平对待她们 那时的女性对待男人们都要三跪九寇 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力 而要成为有权有势的女人 那就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成为皇上的妃子或者皇后 如果要成为万人之上 那就只有成为皇太后 宋朝中就有这么一位女性 那就是为太后 但为太后虽然是万人之上 经历却十分的悲惨 为太后也被认为是最悲惨的太后 她被金人所俘虏 不仅被普通士兵所糟蹋 还被迫生下了敌人的孩子 真是令人叹息 为太后虽然身处高位 为万人所叩拜 但她的身世却是十分卑微的 为太后其实一开始是宋徽宗的一个婢女 每天负责给宋徽宗端茶倒水 整日的卑躬去袭 在宋徽宗还未成为皇帝的时候 她还时常陪宋徽宗去给太后请安问好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 身为丫鬟的为太后 渐渐地与太后宫中的宫女熟悉了起来 当时宋徽宗拥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 赵贵妃 身为婢女的为太后 便每天照顾着赵贵妃的生活起居 等到宋徽宗即位后 便把太后身边的宫女和为太后纳为了妃子 就这样 为太后从一个卑微的婢女 成了人人都羡慕的皇上的妃子 但纳为妃子的为太后 在那个时候其实并不受宠 她每天都坐在自己的宫中 等待着宋徽宗的临行 却总是以失望而告终 这种现象 一直到她为宋徽宗生下了一个皇子后 才得以改变 而两人的关系 也是在那时才有所缓和的 而最后为太后 也正因为她的这个儿子赵贵 才能处于如此的高位 身为皇帝的宋徽宗 整天的不务正业 昏庸无道 国家很快便在她的手中灭亡了 当时金人攻打宋国 宋徽宗因常年只知道吃喝玩乐 写食作画 丝毫没有考虑过国家有一天会灭亡的事情 所以在金朝攻打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力量和作战方略 来阻止战争的发生 很快金国便攻下了宋国 宋徽宗丢弃了满城的百姓 妃子 朝臣 独自一人逃跑了 金国的军队进入京城 大量地抢夺百姓皇宫里的金银珠宝 遇到反抗的人 全部被杀 无一力挽 金人打到宋徽宗的后宫 看见了那些貌美如花 倾国倾城的妃子公主们 顿时之间起了色心 他们将那些美貌的女子们 全部当作俘虏 带到了自己的营地中 并将她们关押了起来 在那里 这些女子的生活可谓是十分的悲惨了 金人把这些俘虏的妃嫔公主们 当作自己的玩物 每当她们高兴或者不高兴时 总会把她们抓来取乐或者泄愤 有时候还会把她们送给自己的将士们 让将士们也获得乐趣 就这样 清清白白的公主妃嫔们 全部被这些金人们所糟蹋了 身处封建社会的她们 面临这样的事情 全部都一心想要求死 因此在那时候 很多嫔妃公主们 都惨死在了金人的营帐之中 令人十分的痛心和难过 面对金人的俘虏 维太后身为宋徽宗的妃子 自然也没有逃过金人的魔爪 金人将维太后赏赐给了自己的将士们 结果维太后就这样遭到了多名士兵的糟蹋 据历史记载 维太后在金朝遭到妃人的待遇后 竟然被金国的一个叫完颜宗贤的人所看重 并且要求纳维太后为自己的妃子 在百般无奈下 维太后最终只能够屈服她 成为了完颜宗贤的妃子后 维太后每一天都一心想要求死 但不久之后 维太后却被完颜宗贤生下了一个孩子 孩子的出生使得维太后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不再整天的寻死 与此同时 她开始计划起了自己重新回归自己国家的事情 维太后生下了敌人的孩子后 开始每天忍辱负重地活着 宋朝被金朝攻打之后 宋徽宗逃跑了 皇子公主们被斩杀俘虏的不计其数 然而维太后和宋徽宗的儿子赵构 却意外地活了下来 赵构作为宋徽宗的唯一血脉 很快便被拥立为新一任的皇帝 身处金朝的维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重新燃起了自己快要熄灭的希望的火苗 她开始期盼自己的儿子能够接自己回到宋朝 远离金朝这个苦海 赵构知道自己的母亲在金朝受尽了苦楚 所以便多次地与金朝谈判协商 希望他们可以放自己的母亲回国 但金朝却传来消息 说赵构的母亲维太后 已经重新嫁给了金朝的完颜宗贤 成为了她的妃子 并且还为她生下了孩子 赵构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并没有怀疑 因为赵构知道女子们在金朝 遭受了妃人的对待 但赵构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接回自己的母亲 毕竟从古至今都是百善孝为先的时代 赵构为了母亲的名声和尊严 与金朝聚礼力争 最终成功地与金朝签订了合议 并接回了自己的母亲 为太后回国之后 赵构封她为太后 拥有了万人之上的荣誉 为太后彻底脱离了金人的魔窟 为太后要回国 同为宋徽宗孩子的宋亲总 也想要离开金人的魔窟 所以就要求为太后带她一起回国 并承诺自己在宋朝甘愿当一个农民 不会以赵构争夺皇位 为太后为了安抚宋亲总 只能假意答应 并且还发下了毒誓 只为让宋亲总信服 回国后 为太后却完全将自己 对于宋亲总的承诺抛之脑后 为了让自己身处金朝时 不堪的事情不泄露出去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为太后将宋亲宗完全地丢弃了 而自己却在宋国成为了 人人都要跪拜的皇太后 真是令人对宋亲宗感到痛惜啊 身处卑微的婢女 一跃成为枝头的凤凰 这是令那个年代 多少女人都羡慕的事情 但却总是命运弄人 原本可以一辈子安安稳稳 享受荣华富贵的为太后 却一下成为了历史上最惨的皇太后 由于宋徽宗的昏庸无能 使得繁华的宋朝瞬间支离破碎 为太后也从安稳的梦乡之中 坠入了火海 不仅被敌军的士兵们所糟蹋 还被毁坏了自己故乡的敌人 纳为了妃子 最后还为他生下了孩子 但最为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宋朝的儿子赵构当上了皇帝 最终接回自己回到了故乡 让自己立马从地狱进入到了天堂之中 自己也成为了人人都要敬重的皇太后 但最终遭受痛苦的 却是同样身处金朝的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 她被身为一国太后的为太后所抛弃了 真是十分的悲惨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